大观园中群芳争艳,红楼梦里明星变脸,方雅芬,陈颖,发一青,黄慧。 分身有数的众位明星究竟在红楼戏中塑造过多少角色,而这些角色背后又有着怎样显为人知的故事呢? 今天就让我们听他们从头到来。 首先名家欣赏名段,这里是名家名段,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陶海。 今年是乐剧名剧《红楼梦》首演成功50周年,上海乐剧院相应的推出了好几台跟《红楼》有关的演出。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一组非常熟悉的来自上海乐剧院的著名演员。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红楼梦》当中都饰演过很多不同的人物,我们一一来为大家介绍。 我们排名不分先后,首先为您介绍的是我右手边的第一位,黄慧,你好。 你好,你好。 这个主为了,那么你是不是先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在《红楼梦》当中曾经扮演过哪些人物? 我最多演的是贾政。 贾政。 也是最早演的是贾政。 然后是《风雨大观园》中的潘友安。 潘友安就是思琦的表弟。 对对对,这个表弟。 还有就是那个白水红梅。 白水红梅当中的李丸。 哎呀,你看你右眼生又眼淡,李丸是贾宝玉的嫂子。 我还有一点故事,这里面还有一点故事。 还有点故事,我妈妈在说。 我妈妈在说,这介绍你一共演过多少人了。 而且还有那个《新党红楼梦》中,我还演过那个《长府关》。 长府关也演过。 长府关,长府关。 还有最近要我们这个《红楼》系列演出的时候,我要演《齐关》。 齐关,就是蒋玉涵这个角色。 蒋玉涵,对对。 还有在演过,在新加坡的时候演过贾宝玉。 已经六个角色了,哇,真的很厉害。 那有没有超过你的呢? 今天我给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复台花旦》,陈颖。 你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一共演过多少个,就是《红楼》系列人物。 我要算起来要从80年代,80年开始,二十几年。 这个有渊源,有历史。 从《红楼梦》角色来说演过六个角色。 也是六个角色。 最早是贾宝玉。 贾宝玉。 我知道你当年的贾宝玉还挺出名的。 然后是子涓,83年我们到日本去演的。 然后是薛宝钗。 薛宝钗第三个人物。 然后是秦文。 秦文第四个人物。 秦文是乐剧小戏,秦文补球。 对,秦文补球,秦文别宝玉。 秦文别宝玉。 对,都是《红楼》系列里面的何子席。 还有《红楼梦》。 就是《红楼梦》小戏里面的一个。 就是《红楼梦》演的《白雪红楼梦》当中。 你演的《史香云》。 给观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穿一个小砍尖。 还有那个,就是我们法国回来, 排了一个大戏叫《黎香苑》。 《十二灵关》的故事。 我里面演的是《灵关》。 《灵关》。 那真是。 演了六个角色。 那跟李皇辉打个平手。 打个平手。 打个平手。 立金牌。 立金牌。 对,对,对。 演绎过六个《红楼梦》里的人物。 那看看这个接着下来会不会超过你啊。 那我的左手边的这一位呢,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华一青》。 《华一青》。 就是大家很熟悉你的《灵黛玉》的这个形象。 对。 你一个演过几个《红楼》人物? 我比他们少多了。 我演了三个。 三个。 一个是《灵黛玉》。 还有一个是《袁非》。 还有一个嘛,就是《主持台》的叫《六二姐》。 有剧组也叫我演。 《薛宝菜》也很多。 我觉得我们不是特别合适。 我觉得不敢接的。 我胆子比他们小了。 你说他们胆子比你大。 其实比他们胆子大的人就坐在你的旁边。 他敢演。 对,对,对,对。 我们都知道。 许歌平,方大胆。 方大胆。 其实就是方雅分。 方雅分在这个乐剧界有一个名号, 就叫方大胆。 没有他不敢演的。 对,那也有不敢演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不敢演? 胆子小的时候。 胆子小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演。 他也领带于我演贾宝玉。 演到后来就自己在旁边哭。 但是方雅分还得给大家呢, 你数一数。 你一共演过多少《红楼》系列人物。 他们六个对吧。 对,他们是六个。 并列第一啊。 我好像那个。 我六个肯定是大家都知道的。 绝对有了。 很多人都知道了。 那个贾宝玉。 李奈玉。 王熙峰。 帝观。 帝宜。 庙玉。 庙玉。 就是能够摆得上桌面的东西。 六个那有没有第七个呢? 你有第七个就是什么。 第七个那时候好像。 有那么多一个。 我去也是白雪红梅。 白雪红梅。 他演宝菜。 后来我演那个石湘云。 一开始你演的是石湘云。 后来你演的石湘云。 后来我演石湘云。 然后你演了石湘云。 七个。 金牌属于他们了。 不行。 我还露了一个。 你还露了一个? 谁啊? 我在那个。 也是那个红柳戏的小戏。 折子戏是吧? 折子戏。 三姐折散。 演柳香莲。 你演过柳香莲。 对对对。 也是七个。 这么一点戏也断了。 我在美国的时候那个。 你还有没有。 我跟赵子刚前面演藏花。 完了以后他是那个别灵。 我一反就反了个子涓。 赵子刚一愣。 他还以为是真的是张有梅出来。 哦。 总而言之啊。 大家在这个《红楼梦》当中。 以及《红楼》的这个精品折子戏当中。 都演绎了很多很多的红楼人物。 应该说作为一笔上海乐剧院的这个乐剧演员来说。 就注定了跟《红楼梦》这个题材这个剧目都会结下这个不解之缘。 是。 因为那个《红楼梦》它本身是一个传世之作。 也是一个经典的名著。 也是我们乐剧院的精品保留之一。 所以说不仅仅说我们乐剧院的《红楼团》的。 我觉得在全国各个剧种很多人都觉得演《红楼戏》是一大荣幸。 是的。 哪怕不是这个贾宝玉和林戴玉,就能够演绎《红楼梦》当中的人物, 其实已经是很荣幸。 当时让我演贾宝玉的时候,我觉得贾宝玉这个人物实在是太可爱。 如果一个演员能够在他的演艺生涯当中能够做到一个演一次那种自己喜欢的, 或者是觉得认为自己是很可爱的。 别人演的时候自己看的觉得这个人物很可爱的那么一个人物。 实际上是一种荣幸。 是是是。 尽管说自己在排练的时候也吃了很多的苦,也流了很多的泪。 可不可以说贾宝玉就是你最喜欢的一个《红楼》人物。 那也不能这么说,至少就说是我最辛苦的。 最辛苦的一个人物。 但是呢也是最开心的。 怎么说呢? 这个辛苦和开心有没有这个具体的小例子? 因为你想想看,我一个花旦从没有接触过这个人物, 到要去演艺,而且在同时排练几个版本的情况下。 今天上午再排王熙峰,下午再排贾宝玉。 到后来自己不知道,他蒙我,你今天是演王熙峰还是演贾宝玉? 不知道。 我说我好像是演贾宝玉。 完了以后演员串起来都会。 串起来就自己觉得也会觉得没信心嘛。 就在拿一个凳子在旁边哭。 还真抹眼泪啊? 真的哭。 谁真是在流眼泪? 谁看见过这个桑大胆流眼泪的? 很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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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啊,哭。 旁边灵妹说话了。 你的灵妹说话了。 哭完了以后,那已经定下来。 对了,那还要上。 那还要上。 那你说最开心的是什么? 你想想看,我演的角色,尽管我没有演多少,我们一共演了多少场? 演了。 六场还是八场? 好像是六场吧。 好像六场。 但是我那六场的贾宝玉都是在大剧院演的。 是的。 很过瘾的。 很过瘾的。 一般小地方我们都不去演。 真的。 真的。 我们都挺喜欢贾宝玉。 有时候想,他们说演多少。 我说你们有什么戏气啊? 我的贾宝玉都是大剧院的贾宝玉。 含金量很高。 对啊。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一上来,首先来放一段你的贾宝玉的片段好不好? 他们说我像浑石木。 你是不是你? 好吗? 你是不是好不好? 。 你是不是好吗? 你是不是好吗? 是这样,为什么? 我不是这个好吗? 你不意吗? 我不是这个好? 我觉得好。 你会不会不及び那些人。 那么说我们一定是在纷色上。 我们不会有何歌? 你要不能辞为? 他也不能够? 没有什么色录子。 我比如说我? 我这是要不再来的? 啊,美美,我自己都在渡边山, 你就是那清过清澄的茅。 啊,美美,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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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美, 是这一眶我的美美,我美美美美,我美美美,我美美 往 Willy 把 Jackson 田 田 田 古人 ville lacet 把 Jackson 田 田 把 Jackson 田 田 boxofo 那嬰嬰房清涼黄昏了,那红阳盼春着藏乌,老夫声音啊唯咪,如前兵运作人类,如意为你当安自贼。 我没自作,你娘拉枪啊,对我自作。 我没自作,你娘拉枪啊,对我自作,你娘拉枪啊,对我自作。 我是男嘉宾。 但是来の荒nehmerの入院, 那世 Conversive Who Seat 一世左右合法的私人, 我自求 美美的花朵 金虎佩 我自协 水桑花 我自协 美美的英国 金虎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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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协 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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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协 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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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怪我,你不能怪我啊 是他从一根车子马中正如 天秋一秋有你哇,天秋一溃 满山野谷 你就是我,天秋里的自我去 你不去的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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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去的英语 《红楼梦》里明星变脸 邦雅芬、陈颖、发怡青、黄慧 分身有数的众位明星 究竟在红楼戏中塑造过多少角色 而这些角色背后又有着怎样显为人知的故事呢 今天就让我们听他们从头到来 作为一个演员这样的这个挑战自己真的是精神可嘉 那实际上呢也是那个,那时候我看那个陈颖那个大眼睛的贾宝玉的时候 觉得蛮可爱的,我就在想哪天我有那个机会,我也上一下 他今天今天透露啊 他挑战贾宝玉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曾经看过陈颖的大眼睛贾宝玉 不是看过,我跟她对不起的呀 我是小眼睛的林黛玉,她是大眼睛贾宝玉 在法国马路上面,偏偏偏过去,全是那个 我真是没看过你们俩合作的 那时候华一听,她是比我们长一辈的,她属于世杰类的 那时候她看完看 大一点也不叫长一辈,对不对 大一点也不叫长一辈 按照那一辈 他们大一辈 但是我们不说长一辈,就是世杰类的吧 那时候她们出道比我们少,我们那时候还在细小 我们刚刚已经毕业了吧 我们到法国去的时候,等于是我们六个人,冲进他们,冲实进去 还来红楼梦 那时候我婴儿肥 我觉得你很胖的那时候 华一听那时候很瘦很瘦的,七十几斤还八十几斤 我们老师说她,小娃,你不行啊,高楼下面碎过去,我也被风也碎过去 那真是林黛玉 那时候她的影像特别适合林黛玉 那么我们就把话题转到华一青的身上 我想问问华一青 从我们一个观众的角度来猜想的话 可能对你来说最为重要的红楼人物可能是林黛玉 对 对不对 这是八十年代应该说 我基本上就是演这个林黛玉的角色 而且你八十年代演《红楼梦》的时候 在上海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 当时 那时候《红楼梦》也是蛮红的 本来大家看戏曲的人也特别的多 当时这版《红楼梦》也在上海的乐剧观众当中影响非常的大 对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系列节目的时候 我们还采访到了钱惠丽 钱惠丽 钱惠丽特别谈到 说她当年朱基乐剧团来上海演《红楼梦》的时候 还特别来观摩了你们那版上海乐剧院的小红楼 当时也是看得如痴如醉 特别羡慕 因为我们乐剧院就是有很强的这个艺术 艺术这个阵容 有编导 演艺美丽 都是最最好的老师 老师大师级的 对 有什么 沪真侠做好音乐的 沪真导演 沪真导演 朱志峰 《红楼梦》 都是真是很好 我们开出来的 每场开出来的这个布景 出来都要拍手 对 这我也听说 其实在国外 其实不担当我们演员 演员 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 不太懂 其实艺术质量 也是不会像现在我们这个年龄 成熟 这样成熟 但是给了我们真的很多的鼓励 我们为什么这些人 到现在 就是说艺术上面 会越来越提高 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的基础 就是无声导演 无声导演 他帮我们真的付出很多的心血 然后袁老师也是 留学老师 我们那时候到法国 演员 我们每演完一场戏 每天都要跟我们说戏的 你这里今天进步了 你这里今天还不够 我们都觉得很老很老 真的是 所以说我收到这个 我一直说收到我的假证 我真的非常感激 袁老师和留学老师 他们每一次看完都会跟我说 网维啊 弄今天进步了 这个地方爹地 哈哈哈哈 这是我第一个 我们演那个林在一的时候 我们老师跟华怡青 我们两个人 演的一组 有时候他演上半场 有时候我演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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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演上半场 有时候他演一场 因为他是 我们那时候觉得 哎呀他林在一怎么那么那么美啊 那个时候是法律师姐姐 法律师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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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婴儿肥的 但是他们 Lar源 他们都毕业 还没毕业 还没毕业 还在 gele像 很壮的 因为你一直练弓的最结实 是 такие说我们老师 哈哈哈哈 我们老师就说 嗯 对我的评价是什么 啊 下分 你哼 但神 好吧 很单纯 你在舞台上面 那个林黛玉的个性啊 就那个以前上半场的那种单纯比较符合的 但是你的眼色的共联 就是那种对林黛玉那个 深入的特化方面呢 还是不够 那像笑娃月节 哦 笑娃月节 笑娃要像母月节什么呢 无恨带子 因为太一年都太多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每一场下来啊 老师都会有一个 对我们都有的 跟你说的 因为贾宝玉跟林黛玉几次情感的交流 它都是一种很纯情的东西 而不是说 就两小无猜 两小无猜的那种感觉 也特别的 就说的我今天都特别想看一看 当时你们各上下半场的这个林黛玉 不过后来我们得说到这个华一青啊 就是后来我们可能看的更多的是你演原非了 对对对 对不对 对 从几几年开始 后来没上法了 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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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叫雍容华贵 冬雨又奉快 冬金梦庄一旦旦 冬舞推行一代 七道 七道 一字響 昭壁面澀 青青粒 色贾 蜜合白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心穿出一类花瓣瓣 四松九月子姑娘 容风重轻鸟连绝离 九万里将四季地 计算给梦里提 彼得一年四季 各自比尊天出了难奔心 难非哪天 我家的夜 不回既 一去总去 一而泪 一目光随风飞 永远万里 永远万里 温可唐团天 四季月子三季之勇 为情绩 祖宗软的宗一笨 常会跟悲情 常会念 当情人 共亡的宝宗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请到的这四位乐剧演员 都是非常著名的乐剧演员 而且在《红楼》一系列的剧目当中 扮演了很多很多的《红楼》人物 刚才谈到了《华一青》的原飞 现在我们是不是来聊聊黄慧吧 对 聊你 我今天发现了一点 你看他们三个都是花旦演员 可是我注意了 都没戴上 只有你这个小生演员 然后就再戴了耳环 我今天在台上戴的太美了 你看看我过来就要漂亮 那个戴耳环 今天有时候我们会要配合那个服装 要换颜色 经常会把耳动动会发炎 真的 他在台上根本就没机会 你这样戴 一上节目 所以说要戴这一件 平常会有什么假设 我老是一个胡子戴着 我觉得假设也很美的呀 这个形象也是一句老生当中 非常美的一个形象 但是王慧他平时很女人 我感觉到了啊 人家说他家里也很能干 我觉得他就很像李丸 李丸 他这个很小的一种感觉 这些都不像男人的那个感觉 还先别说李丸 我们先说说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王慧是一名小生演员 可是你在《红楼梦》当中 你看 你又演唱这个徐天宏的徐派 对不对 也演贾政 这是一个老生的戏 然后呢 你又演李丸 李丸应该说是花旦的戏吧 对不对 那么这怎么会促成这种合作的呢 小多子也挺喜欢臭美的 他今天唱原派的戏 唱什么派 唱金派原派都可以 我是喜欢 但是我长得人高马大 我都知道我怎么演花旦 那个时候还比较胖 又胖又高 那时候也是婴儿肥 对 又不合适 所以我放弃了 还是学小生 学小生 学小生的时候 我们学校的时候 小生又特别多 老师又特别少 包括演《红楼梦》《假生》的时候 也是留学老师来给我做思想工作的 你不想演 我不要演 他要演小生 他要演小生 小时后他觉得很英俊 很英俊 很潇洒的那种感觉 我不喜欢 我说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演《假生》 然后他跟我说 把法国去你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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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关键的一句话是说 你用得演老生 用得演小生 不是更好吗 是 包括袁老师也这么跟我说 包括吴兆峰老师也跟我这么说过 这句话 然后我说 我就 我以后还能唱小生吗 当然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然后我就接受了贾政这个角色 然后徐天宏老师也特别关心我 真的是 真的是说八说的教我 一句一句唱的教我 有的时候 半夜里面 十二点钟他就打电话过来 黄慧啊 能听到你唱李姑了吗 我李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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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整在跳上线大半 嗯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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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各个版本当中当人不让的假正 对对对对 最优秀的假正 对对对对 最优秀的假正 我李姑了 你不能光彤彤 熊远 啊 亲 十二 你是 三 呃 离不能完 哈?! 吵路 尤 是 那 握 欢 去奔向 不成了 变得满满满 成 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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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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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在空 我 看你我當時 是兩人 你將來 我們 終於 終於 不更 说到这一点 我特别特别要感谢领导 就是给予 在新版红楼幕演出的时候 就是说请了董科蒂来演贾政 那个时候我演了掌府官 对 我觉得我从掌府官的角度 再去看贾政的表演的话 我从那个时候 我看贾政 我掌府官来 然后你什么反应 我看了董科蒂这个表演 真的给我很大的帮助 有的时候真的是 从那个角度来理解这个人物的话 我就看得很清楚 对 然后在我演的时候 我会把我的理解再深入个角度之内 所以会越来越的提高 真的是 非常好 但是还得问你一个问题 那后来怎么会去演李丸呢 我说到李丸 你们不要笑 没有一个好笑的故事 我们刚刚说他唱的原派 谢谢方老师 能责多了 谢谢方老师 方老师指导的原派 我说了唱的原派 虽然我不敢去请颜老师帮我指点 发大胆 发大胆 我说得比较近 因为我们的同学 开始我也不敢演 我根本不敢演 我怎么可能 你胆子是够小的 两个角色都开始 他说他要开演的时候 我们要笑他来 他做女人的动作 我们要笑他 很可怜的一点就是 开始的时候我不演 不演的时候 吴赵芬老师 吴赵芬老师跟我说 吴赵芬老师的剧本 吴赵芬老师的剧本 然后也是他推荐我演这个角色 是编辑亲自推荐你演李丸的 因为他特别欣赏我的领唱 因为以前我们青年看的时候 基本上领唱都是我领唱的 他特别喜欢我孟里军当中的最后一段领唱 水淋淋的什么 因为那也是他自己的作品 他特别喜欢 所以说黄慧你演李丸吧 他说里面的唱唱也是原派的 很好听 那个词也很美 你演吧 你也像大姐一样的那种感觉 我说我行吧 他说试试看了 那么我们谈展领导也跟我说试试看吧 实在不行 我们再想办法 那我就试 但是又丧失试了 试了怎么样 苦了然话 是不是都不要讲 肚子跟小生动作出来了 哎呀真痛苦 还这一季的时候 你们都应该在旁边吧 有没有什么小笑话 他们怕影响我的情绪 又不敢笑 又不笑又不行 他们走出去了 干脆不看了 不看我 但是那次黄慧他有顾虑 但是我们 我觉得他行 你说他不自信吧 他实际上他在台上 对自己很有 自己主见的 他觉得我这个角色 应该这么严 应该那么严 尽管说哎呦我怕怕怕怕怕 他不怕 他实际上他不怕的 他做出来是不怕的 他做出来是不怕的 平时说怕 真上了台就一点不怕 我呢说是不怕不怕 实际上心里是怕的 今天都说心里话 好 那接着下来 我们就来欣赏一下 这个由黄慧出演 这个蛋卷李丸的 这个白雪红梅 好不好 当中还可以看到你的史江云 希望大家能够都包含我的李丸 保住点牛香蜜 保费保贴 观众的看影子 愿意里的美景 姑娘们 进会 多深的地方 这么严 好好 很稳 保费 好 不想比你 一帅 最好的方 彌氏都垂代 風光 真是用器 萬鈴姐 奢於衣人 天師 卻忘了 бер麴 grade Laura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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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出方天同盲 路上的沉沉要掉一天亮 啊呀呀 咖地你咋 笑模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了这个花一青他们当时拍的两集的这个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啊 当中有一个情文 我看看像你 看看像你 但是不敢确认到底是不是你 没说 因为只有一个镜头 对 所以你就不敢认 对 哎呀太可惜了 就是我呀 就是你 那我又有话题了 我觉得陈颖真的是 你实在是助言有数 很多观众都写信给我们问 就问陈颖什么呢 不问你一个演戏方面的一点 就不是问她多大 是问这个陈颖有什么 秘诀吗 保护皮肤的秘诀 对我们到现在为止 在这个荧幕上还是显得这么的年轻 对对对 我们也挺羡慕她的 我们这一般的 真的陈颖算是最年轻 没有没有 我们自己都是美女 什么人 大家都是美女 我们自己家一直说 我说陈颖哦 你到80岁也是这个样子 真的 我80岁 你都比较白一点 头发白一点对吧 其实其实并没有什么保养 就是心态比较好 心态比较好 还有她会睡 会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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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他只要陈颖 他只要说 这个东西是有营养的 他一定吃 要不管怎么的 再难吃的东西 他都会吃 真的 对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 哎呦 再有营养怕 是 他只要说是营养的 他都吃 真的 我们真的来说到 如果墙壁上拿下来一块石灰 我们说可以 这个营养很好 他也会吃 营养就对身体好 真的是对 对身体有利 那他还是有道理 他又会睡 他会睡 他人家说我是婴儿睡眠 很幸福 我一定要睡到我自己就是 自然醒 感觉很舒服了 才能起来 我们还是要来聊一聊 这个陈颖的这个红楼人物 就扮演的这个红楼人物 在所有你演过的这么多的红楼人物当中 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当然贾宝玉 还是贾宝玉 对啊 他说的演的最多 演的最多 我想八十年代 也几排场啊 对啊 那个时候我们都到乡下去 一演就是几个月 几个月 没有演 每天 有时候日夜凉场 凉场 就是这样 后来就是我把身体搞坏 真的吗 对啊 因为我人那个时候正好在发育 很瘦很瘦 贾宝玉要撑起来一点 小生嘛 那个时候 我没办法 只能穿那种棉袄 小的胖 那就后来就是生了那个贾炕嘛 所以人就很瘦 所以后来领导叫我就是改花蛋了 因为人太瘦了 不像那个小生了 所以就八三年到日本去就演子绢案了 当时我听说 上半场的贾宝玉 真的是 挺像的 是不是 下半场 下半场有点小了一点 下半场就像 娃娃生 对 娃娃生 半心八粮 对对对 因为她脸长得比较圆嘛 感觉好像 她这上半场的脸真的是可爱 特别是那个 特别是那个 一亮相 我这音像 就是拿着那个佛珠啊 出来一亮相 那个眼睛 两个眼睛这样 我们有时候开玩笑 在排练的时候就说 她一亮相 我们就 刚才是这个 陈颖非常美好的回忆 那后来你就是 有两个人物也演的非常多 一个是薛宝钗 薛宝钗 我基本上学的都是演薛宝钗 都是演薛宝钗 这几个版本当中 你都是演薛宝钗 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人物也是 就是秦文 其实你演的也挺多的 在这个乐剧小戏当中 对 小戏当中也有两本 两本 这个秦文补球 秦文别宝钗 秦文别宝钗 因为秦文补球 当时的时候是 《红楼之声》那个 搞得有点 就是一个人的 最早版的 那后来觉得 有点单调了一点 那后来再搞了一版 就是舞台成见 很正夺缝的那个 别宝钗 别宝钗 有点格子戏的感情 有很多观众都觉得 陈颖的形象 特别适合演 风流乖巧的这个秦文 你自己感觉 其实应该秦文 比较像林黛宇 其实我真的脸好像 荒满了一点 他有点像林黛宇 但是他比林黛宇的 还要稍微的 这个 劣听一点 对 就是说这个性格 更加刚长一点 对 我觉得 所以说 演员就是塑造人物 脸像不像 这形象 有点关系 但是没有 特别大的 可以塑造人物 主要是因为在舞台上面 还是要讲出 一个人物的感觉 对 是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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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明天走 明天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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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仙伞生 好情 某年片段落 车桥之 就曾你前前自家做幾年啊 不忘他當年就些也不全 在紅邊啊不平衡 一看之復刻的理解 与我的心态 与我的爱心里 他的心态 有你的意义 他的心态 与我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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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我许得和出去 是配演了一段宝玉库林当中的 当时我有点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跟老师配戏台上还是没演过的 但是徐老师因为从小教我贾宝玉的 对 那我们感情还是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你能够跟徐老师搭戏 我觉得也是我的荣幸 是 当时我记得还是个英佩像 对 梦丽英老师唱的 这个声音 想起来《红楼梦》这部戏能够成功 除了徐玉兰老师王文娟老师 他们塑造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形象深入人心之外 其实包括这个金采峰老师 李瑞英 李瑞英老师他们演绎的这个王熙凤啊 薛宝钗啊 还有包括林瑞英老师的这个小专啊 其实还有这个朱宝贵老师的这个贾母 贾政 李瑞英老师的这个贾政 其实都给我们留下了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 我就觉得就是《红楼梦》有一批 这个老艺术家 老艺术家他们把人物演的都很 所以说我们现在演出《红楼梦》的时候 也就是说要讲究一个整体的 而不是说单个的 所以要越觉得有那么多的演员 就是说要把最好的演员集中在一起 有时候推上到外面去演出啊 有重大的演出活动的时候 因为我在《红楼团》 我在现在一团 有时候他们有重大演出的时候 还让我过去演王熙凤 所以说我们要集中在 《红花绿》也都要上场 大家都不是说一定是你演什么 我不演什么 大家因为是一个经典的东西 必须要有大家齐心的 要有一个重点的东西 对对对 也可以说就是说 《红楼梦》对待《红楼梦》这个经典剧目 也是格外的珍视 所以每一次只要有《红楼梦》的演出 都是以最佳阵容推出 《红楼梦》这个剧目也是因为有了几代艺术家的共同努力 所以是越演越经典 越演越能发阳光的 今天的《名家民传》可以说是彭帝生辉 也是陶海主持《名家民传》以来最热闹的一次 看来这真是名剧的魅力 《红楼梦》的魅力 那么从本月14号到21号的《上海乐剧院》 将推出一系列《红楼》演出 那么希望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 一定要关注我们的演出时间 到时候到剧场里来观看各位的精彩演出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一起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说唱一声再见好吗 观众朋友们再会